接下来的消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 花草茶深受许多人的欢迎 特别是女性朋友 三五好友总是喜欢聚在一块喝杯下午茶 但是呢这个消机会日前就发现了 有市售的花草茶含有农药还有重金属 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 但是业者表示呢只要购买的时候 多加的留意这个味道和色泽 冲泡的第一泡呢先倒掉就能避免喝出问题来 像一般我们喝薰草是属于放松安眠的 那欧薄荷的话是属于在喝提神 比较有清新的味道 那柠檬草的话一般我们工作比较累的话 就是属于消水种 大概这几样 介绍各式各样花草茶的用途 业者如数家珍 花草茶之所以受到欢迎 一来是冲泡方便 再来是以花草作为原料 容易和健康自然联想在一起 如何挑选好的花草茶 可是有配复的 一般我们民众来买花茶的话 最主要注意就是说它的色泽 因为有时候你放太久的话 颜色会变淡 第二个就是它的香气 如果说你打开来闻一般的话 卖花草茶的话都有义务 要让这个我们的顾客闻下它的香味 用色泽及香味辨别花草茶的优劣 但市面上花草茶来源多 再加上骚保单位多次抽检 发现不少花草茶含有农药及 重金属成分引发消费者恐慌 业者建议除了胜选商品的来源 第一泡最好不要喝下肚 喝花草茶有点像像我们那个 吃台湾的各个高山茶一样 喝茶叶一样 因为它一般的花茶 它在做的时候一定还多吃 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灰尘 这些脏雾 那当然是第一泡把它倒掉是最好的 另外台湾地区湿度高 花草茶多是加工烘干之后 再由国外进口 业者建议打开之后 最好用夹链带或密封罐来保存 并且放入冰箱 才不至于出现变质长虫的情形 总之在购买前多留意 以用钱多费心 就能放心喝下香气扑鼻的花草茶 港东新闻王思武 王少宇 采访报导 最好用的